台北地检署侦办柯文哲办公室窃听一云 今天再度传唤无性跟灵性真性业者 以及柯办助理彭胜韶还首度以证人身份传唤 柯办政策部总监张景森 私人讯后都被请回 张景森质疑北检在选前三天才传唤他 背后动机不单纯 北检强调绝对没有介入个案侦办 也没有对特定媒体透露消息或是放话 武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政策办公室窃听风波 持续延烧 台北地检署二十六号上午再度传唤 征信业者吴德义与林俊宏 以及柯办政策部助理彭胜韶 并首度传唤柯办政策总监张景森 不过张景森进入应讯前批评 日前他屡次向北检要求道案说明都遭拒绝 偏偏在选前三天才传唤他 执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四人在征讯后接近中午的时候都被请回 张景森讯后表示 他在侦察庭外坐了半小时 发警出来叫人才知道刚刚坐在旁边的 是涉案的吴德义与林俊宏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人 林俊宏讯后也对这起事件造成社会不安向他致歉 对社会大众在这边已经交代清楚了 对柯办也很不好意思 谢谢各位媒体谢谢 而检方为了厘清外界疑虑 在停讯时还请市行大 携带机器对彭武两人的手机简讯进行刊验 比对内容有无遭变造过 检方表示将另外安排彭武两人对职 另一方面民进党中央上午也举行记者会 执疑北检检察长杨志宇介入个案指挥办案 而且还没有厘清事实就立案侦办 根本早就有政治新政 北检则发出声明强调绝对没有以行政权介入个案侦办 也谨守侦查不公开原则 绝无对特地媒体透露消息或放话 记者综合报道